大家好 今天是6月26日 星期三是6月期指的轉創高峰1 看回大市仍然拉拉巨巨 隱隱約約好像看到一些 維穩的買盤在維持秩序 最低限度今個月的期指 大概在18,000座水平進行轉創 先看看今早的市況 早市行指先低至138點 去到17,934點 之後在維穩的買盤扶持之下 市況慢慢回升到18,120點 即是這一刻到升了50點 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18,000點 左近水平進行拉巨巨 看回成交資料 好像昨天只剩下800多億 前天只剩下900多億 老實說這個動力 老實說大根不會有太大上網的憧憬 只是希望今個月的期指 能夠在18,000座水平進行轉倉和結算 至於半年結會不會有些驚喜 這就不敢太肯定 但個別股份應該有些維穩的買盤 在這裡稍為做好一點 但跟指數上升 或者會承不上太大的關係 好了 到7月份怎樣走呢 才是大家的焦點 會不會在7月內地送大禮 或者有些政策 會落實有利於金融業 香港股市的發展 大家真的有這個憧憬 因為很多時候股市的上升 都不知要看動力靠資金 但資金淫不入市是找借口 你要有一個借口 令到資金願意入市作一個部署 從而令到更多的省戶跟風而入 市場的氣氛才會刺激 在現在這一刻真的完全看不到 6月份暫時仍然是先高後低 波幅比估計中為窄 因為指數是由5號高位18724 跌到17號低位17752點 直到這一刻 金會的波幅仍然只有972點 其實跟過去的經驗做一個比較 金會的波幅是小的 因為一個月的波幅小極都1112點 很少只有900多點的波幅 可能今個月是特別例外 但還有明天還有後天才6月份完結 所以看多兩天就知道情況如何 移動線方面暫時來說 沒有特別的顯示 因為最高的移動線是20天線 大概18196點 望低一點是50天線 大概18129點 再低一點是10天線 18089點 而指數現在正正是不斷穿梭 在10天和50天線之間 簡單說 在現水平指數 只要升2008點 已經可以收復10、20和50天線 這三度平均移動線 所以暫時過不了 我們只是覺得大市沒有借口抽上 大家都在等這個借口 至於會不會是明顯下限 這一分鐘是看不到 因為看低一點有條250天線 再低一點有條100天線 除非有一隻很大的黑天鵝 如果不是要跌穿這兩組平均移動線 好像又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股份當中仍然是以中移動 匯控和883、中海洋、石油 是比較硬正 至於中行、公行、建行 亦相對比較穩定 但是股市能否再升 指數能否推進 最終都要看油邦、騰訊、八霸、微斷 因為這四隻佔行之成分 是超過27% 如果它們能夠有一點亮麗的升勢 指數絕對可以向上突破 當然成交今後 配不配合也很關鍵 但暫時來說 這兩件仍然未見到 好了 午時分析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關鍵 按 yeah 按 等等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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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